大家好,这里是熊猫直播PSL秋季赛第五人格大侦探杯的比赛现场 我是解说周老伟 大家好,我是解说小兰 那今天是终于迎来了我们本届PSL大侦探杯的最高潮了 也就是我们两支队伍的总决赛了 那也是整个我们PSL的走向一个最期待的一个环节了 最终要等待的最后的时刻 对,也是要迎来我们的冠军争夺战 对的,参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6man和RG战队 那么这两支战队都众所周知 有包含了大量的优秀的第五人格的主播 其中有包括虚伪、包包熊、杨瑟还有店长 这还包括许多的知名的一些充榜的顶尖玩家在内 所以说今天的比赛所呈现的一定就是第五人格游戏中最顶尖的水平了 那我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我们这次比赛的奖金也是十分的丰厚 那我们这次比赛设立了冠军是可以获得一个三万元的一个奖金 三万元哦 那我们的亚军也可以获得两万元的一个奖金 那我们的季军也可以获得一万元的奖金 那这一次的奖金设置也是十分的丰厚 对的 不仅如此 对我们在整局游戏当中 击杀术和逃脱术的监管者和求生者也可以分别获得五千元的现金奖励 对的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两支战队的战绩 Sixman从开赛至今是未逢一败 就非常强势 而RG在开赛至今的话他们只在胜着主决赛败过Sixman 就非常的有趣了 那么今天他们再一次相遇 到底是Sixman以全胜完美的战具拿下本届比赛呢 还是RG能够重整旗鼓 然后报昨日之仇 一雪前尺 再把Sixman就是送到他们嘴边的冠军奖杯再一手夺下来呢 这就成为本届比赛 还有今天最大的一个悬念了 马上就要揭晓这个悬念 前响还有点小激动呢 对 两支以前队伍的老朋友能否在这次比赛当中擦出新的火花 还要一会拭目以待 看他们两个战队的一个对决了 好 那我下面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支队伍的队员丰富的情况 那首先是由我们的杨泽尔 店长 年华 抱抱熊 艾里克斯 皮皮谢所组成的Sixman战队 还有由虚伪 七索 微笑 堂哥 贤儿 肩佳 所组成的RG战队 对的 据我所知他们两个战队之间都是互相都认识的 平常在开黑乃至排位的时候经常都会一起组队或者是经常偶遇 所以说两队之间本身就是激情满满的 今天一定也会插出很多很多的火花 对 其实两支队伍的水平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那在平常的一个排位或者开黑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就没有刻意的去匹配的话 其实也就那两个小时 也就不经意间就在一起打过那一局两局 可能很多局比赛 也就是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对对方的一些套路或者是一些打法都是很清楚的 对的 但是所以说他们之间是不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安排 能够出其不意的达到一个好的成绩呢 这就很有悬念了 对 可能在以前的比赛当中或者是排位赛当中 大家打的也就比较随意吧 虽然说是排位赛 但是总是留一些小招数小套路让对方不知道不能知道 或者是有一些留一些拿手的杀手锏 或者是在最近一个星期当中才研究出来的一些小套路 在版本更新当中没有拿出来的一些小套路 可能大家还不熟悉 在上一周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之前Sixman和RG之间的对抗当中 Sixman的爆爆熊是又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的 就是他的前锋的有几撞都非常的关键 而拿到了他们的胜利 对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面对爆爆熊的前锋的话 不知道RG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和针对 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好像是版本还没有一个迭代 那在这个版本当中 其实金森是比较克制前锋的 估计会不会后面的比赛当中 会选择这样一个特质 会选出来去克制一个前锋 就是提防之前因为比赛所造成的一些失误 这一次特地拿出来去弥补 因为两队都非常的了解 那可能就是你看到我在 求人者选了前锋 或者是选了空军之后 那我就拿一手金森的一个特质来克制你 特别是因为最近的更新 金森已经有所提高了 就是有所加强了 他的CD比之前要短了 所以说实用性会更高 你一局原先可能如果修机速度极快的话 一局只能用一次 而现在加强了之后 一局至少可以用两三次 哪至四次都是有机会的 这就使得金森的容错率就更高了 你像我们之前经常有提到 金森他虽然说可能带来的收益很高 但他就很冒险 对吧 容错率就很低 但是经过这一次加强之后 就改善了这个情况 那就有可能出现的几率会高一些了 好 我们看到比赛已经开始了 现在是小丑 首先是Sixman的Alex的小丑 对抗的是2G的机械师条箱式魔术师和前锋 那么是在月亮和公园提供地图 这边是选择了一个闪现的特质 是追求一个快速的一个击杀 因为这边是使用了机械师 然后救恩卫是使用了前锋 那在这局比赛当中 这边是首先看到了机械师 这边拿到了第一个推进器 这边还有第二个推进器 这边是把娃娃放到了右手边的箱子里 这边踢一下过山车 这边是直接上过山车 刚才并没有用闪现上来 可能是想保存一下 不想太堵 这边如果用闪现的话 可能大几率的话不一定 这边是中场的第二个站台 但是已经把开关打开了直接 不然这边看到了这边第三个站台这里 可能是有队友的一个配合 对 之前打开也是会与人类 用力非常地好 这个就是非常灵活 在这么狭窄的一个站台 都可以360度的旋转 然后再转出楼梯下来 再继续去拿到第一刀 也是机械师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毕竟机械师从这个高处 往上面跳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大的僵直 好像这样的话 就没来得及翻这个板子 这时候许伟的前锋已经及时赶得到了 对 这个板子有没有时间放呢 那就是机械师宁愿自己受了张眼 保证这个前锋的实力 这边是选择装一个钻头 许伟前锋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 但是小丑毕竟还是有一些特制前锋的 而且他有很多推进器 一个对决 那这个相互套路一波 这样的话小丑他毕竟是 还是用了这个无线的推进器的 对 甲光使用一个推进器 自己撞 好 这个地方直接放下来了 下来了 是要给前锋一刀 前锋车轮到这个地方机械师 怎么钻头呀 我们再次一撞 再往机械师走一下 我们看到电机是已经还剩三台了 这个地方是破练时间是非常长的 还是没有人上凳子的 这一下他本来是想用身体去挡的 但是奈何这个锥子 这一下的话一闪现 接着机械师击倒这个前锋 那样的话就两位就收到了 这边是快速击倒了机械师和前锋 但机械师这个位置是娃娃 已经提前放出来了 之前说过是在巴车站那个位置 这边是抛出了娃娃 但他应该是A闪吧 其实非常的快 这一下就很难受了 提前放出了分身 但是这个地方满选分身 让Alex抓住了机会 直接一个转弯 是打到了本体 直接打出一个震慑 在一个空旷的地方 直接用分身是很危险的事情 毕竟是小丑 可以360度的在你周围旋绕的话 很容易会撞到你真身的 好 这种机械师想把娃娃拉过来了 这个地方 但是 吸引一下 不够的注意力 让他把这个锯子用了 然后这边再过来救人 那这边就像手朵 挂一手魔术师了 机械师还剩下一台了 看看棱这一边 可不可以把这个机械师赶紧地摸好 加好 这个机械师的作人比较大 他那个是娃娃在靠近那台电机的时候 自己上凳子也是把发车站那台电机给修开了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台了 但是目前看到修机子的人还没有 可能还有一整台 这边可能是两个人在互摸 这边是把机械师已经摸好了 完全就看到最后一台机械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开机情况了 想再守一下前方前方用球和小手拉开一个距离 其实这个位置并不是太好转点 锯子还有几秒就好了 马上就可以拉了 直接放板 可以的 然后套路一下 反上去拉锯 但是距离还是不错 因为太远是小手的一个顶尖玩家 也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就是互相了一个博弈 自给自比 这个地方是 魔术师也被救下来 这个地方再次追一个前分 前分一个反烙 这一下非常灵性 反烙是没有跟小手拉开距离 在这个位置 直接亮起了电机 使用一个回往反照 旁边这个机械师是有什么想法呢 你看见识不妙 刚才那个机械师 我估计是想帮他挡一刀 想把他递进锯给挡 因为知道他有一个推进器 在这个位置 因为如果他硬要追前分的话 这时候发现这个调向师位置了 他及时的把这个锯子拉断 就球直接一刀的效果 把锯子拉断过以后直接跟进来 战术也非常的成功 直接就把机械师给A倒了 机械师在这个位置 是没有一个瓦瓦的 你看现在还有 这个钻头还是非常慢的 最后一个推进器 你这里也能下来的吗 还是能滑下去啊 是啊 长一点 还现在滑了下来 往下滑的前摇这个动作 是直接会震慑的 我们知道这个 滑滑屁的这个楼梯啊 非常非常的狭窄啊 这么狭窄的地方 艾伦还可以把锯子锯上去 就是真的是 把距离都把握得非常非常精准 这个地方 机械师站起来了 看机械师能否 看到一个奇迹 站起来之后并没有直接去追他 他可能是以为往外面跑了 其实机械师上楼了好像 对 他终于上楼了 然后手架地掉这个位置 地掉离这个大房子也非常近 这把就大概率是扳平 看看能不能够扩得到 这个位置是要跑出去了呀 感觉是可以跑出去了呀 因为他技能还在cd 然后二阶级的距离 拉不了这么远 那么 非常可惜呀 在这个位置 第一局的话就是势均力敌吧 最后是由 6man的监管 Alec拿到二杀的成绩 因为在最后的时间他去追前锋 那个状态之下 机械师是没有吃断头 这样一个重伤效果的 那自愈也是非常的快 可能因为他站起来过以后 是比较靠近一楼的那边 那边那个门的 而且地窖在那边 小手的第一直觉可能就觉得 机械师站起来过以后 往另外一个门 或者是往地窖走了 那潜意识的就往外面去追 但是机械师是并没有 也是在二楼去多做了一个停留吧 在那个位置 也是翻窗的时候 可能也是没有使用一个快翻 也没有爆点 那这个位置是对小丑有一个迷惑吧 对 他当时就是机械师当时应该是 爬起来之后 是往那个 就是小丑屋的外围的那一个地方跑 然后他第一时间可能足迹看到的是 在往门口跑 然后就往门口去了 他就默认人是往门口外面去了 然后他就往门口走了 那其实机械师当时是在那个外圈的地方 就是又绕回来了 就很灵性吧 因为他走出去过以后 发现没有脚印 其实想再回头的时候 物理的脚印也消失了 这就丢失机械师的一个视野了 虽然说有耳鸣 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哪 那这边赶紧出门过以后 其实是 我觉得是很有机会 达到一个平局的 这个最后可能是有一个 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差 就会拉开距离 然后这个距离不够的话 就直接造成 无法留下最后一个人的纸面了 也是一个缘分没有到吧 就是胜负总在一个毫里之间吧 一个小判断的区别 就往往会取决于胜负 这就是比赛的一个 比较难得的地方吧 永远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电子竞技第五人格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魅力 也是我们PSL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快乐 和一些在比赛当中 大家所能看到的一些惊喜了 你觉得刚才 在换人抱上树这些选择上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更好的地方呢 会不会有一些选择 你比如说他刚才在那个机械式倒地 然后在闪现把前锋带走之后 他去挂前锋之后的处理上 会不会有些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呢 我觉得其实吧 他整局整局当中 我觉得微选择凑的是 如果能带特质的话 能够换成成功最好 因为之前我在比赛开局之前 我就说了 如果有前锋这样一个精雄的话 如果他能不说多 能够把你撞下来两次 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前锋 虽然说能快速击杀掉了前锋 然后机械师和魔术师这三个人同时倒地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比赛当中已经打成这样一个局面 但是最后还是打成那个三跑 那其实我认为前锋拖的时间其实是够多的 而且是足够多 其实求人者这边我认为没有问题 那首先呢 我觉得应该把特质换成一个振奋吧 精神这样一个特质 像刚开始的时候他要击倒这机械师的时候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第一时间会碰到的是机械师有这么好运气吧 他可能就想说是能够保证刚开始的速杀 对 所以才带了一个散现 追求了一个速杀的这样一个 但是没有想到他第一个带的 第一个遇到的是机械师 结果就直接要被前锋牵制 如果他早知道会是这样的局面 可能就会想带振奋了 其实这也是游戏当中的一个运气吧 就是如果你带了振奋但是玩不了 就是很难去击杀第一个人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想去带一个闪现这样的技能 好 同样是月亮合同员 我们来到了2G的虚伪使用的小丑的这一组 大家都肯定很期待虚伪对抗爸爸熊的局面 那么他在这个对抗呢 那就是6man的爸爸熊的前锋 魔术师 力量的魔术师 仰死的机械师和Alex的挑战师 我们看到这一局6man用的阵容里面 有前锋这样一个角色啊 我们这边小丑带的还是闪现一个这样的技能 那就是两个人就 我就不要带精神 我就看今天两个人非要比拼一下啊 谁的前锋比较倾向 谁的小丑比较厉害一点 而且都选用一个小丑这样一个角色的话 我觉得可能两支队伍可能有一种较劲的一个想法 默契的感觉 对对对 你用我也用 对不对 同样的一个条件 就看看谁赢 对不对 就不要说其他的因素了 然后这边Lucky是看到了脚印 是上站台阶 还是选择在这边 这边是直接盖板 把小丑的一个距离战打断 然后就离一个中刀 迈何调向是翻板的 翻窗的速度还比较快 而且距离已经很近了离窗口 最终是来不及出到这个中刀的 这边是直接放了一个消水 用消水进行一个回处 回处过以后 我们看到 小丑比较还是要装推进器 装推进器过以后 在地坑上拿到一个技能 然后就需要回处 这刀是没打到 非常可惜 其实在板局当中放消水 是很 还好 这一刀就A到了 闪现的这一刀 我们就要看下一刀 但是这时候 前锋 抱抱熊的前锋已经赶到了 这时候就可能要提防它了 这边是提前给 小丑师做一个转点的 咦 它真是把火力转向 爆爆熊的吗 好像是已经转到那个小丑屋那边 它这样就可能要改进战区 变成手机主的一个战区 咦 在这个小拐弯的时候 太提前了一些 就被这个栅栏给挡住了 是啊 该捡住了 我看下来没有 毕竟三百斤对吧 三百斤的 三百斤的零和的胖子 我们看到最近点 还有一个人在修 那个位置是前锋 前锋还是胆子大 直接跟在小丑的周围在修 是的 这就是前锋的一个牵制作用了 就是让你烦烦搭 但是你要奈何他不得 因为这边 我们看到小丑是没有推进器的 也很难受在这个 相对于刚才Alex那一局来说 Alex的开局就有三个推进器 现在是发现了第一个推进器装上 我觉得应该可能 这也是他的第三个推进器 但他前面两个推进器 没有拿到很好很好的效果 就是吃到刀了 然后拿到技能了而已 不没有能够速杀掉 他差一刀是拿到一个二阶的一个技能 再次又看到了 看到了机械师 终于遇到机械师了 就是每一个小丑都很 就很开心 就遇到了一个角色 好 我们接着 然后这边不放板 我们 表演过以后放板 这边是 走到前面 我就在这个短板的一个期间 你整个都很运于我咋的 对 你套路我 我套路你 我套路你套路我 其实也是心想 你过不过来 你过来我就放板 好吧 那小丑说 我管不管你放不放板 反正我走到前面 举几句子来就要套路你 这个地方是拦截一下前方 前方拉锯 对 这边发现了一个 带着推进器的一个锯 好 立马放板 像吃了刀 这边还是砸了一下 拉开了弹剧 现在还好 还有一个推进器 说不定就是这个推进器 可以拿到不少的作用 但是我们看到 杨凯那边已经被ALEX救下来了 对 杨凯那边已经被ALEX救下来了 对 杨凯那边是在 他只要打到一杀 就基本上他就可以打平 并且可以看一下时长了 能多杀还是希望要多杀到 但是如果说只能只能够击杀一个的话 就可能需要拖时间了 但是 但是 他们是有可能会想说 直接直接放进器魔术室 然后拼一个时长吧 也是可能是这么想的 这边是电机已经全部打开了 好像门开没开呢 门这边是已经开了 想还是拼一个时长 两边都是这样想的 可能 两边的时长 对 而且这边图夫是想 把时长拖长一点 这边是直接卖了 卖了过以后 我们还是要尽快地出去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救了 对 他们就是决定了 要卖了之后也非常的果断 也知道他人挂在这么远的地方 要过去的话 血过半是肯定的 而且还是魔术师 然后又没有空军 没有枪的 也很难很难很难去救 然后斟酌了一下 就决定直接卖 然后所有人在这边开门 就直接走这样的情况 但是虚伪的话很可惜 他没有推进器 并没能够第一时间地去阻止他们 虽然可能他反应过来了 但是一个推进器 就导致了他没办法去阻止 而且他也没有传送 对 看到远方那里 接着修的贼快 然后感觉 而且没有耳鸣 是感觉到要卖了 但是无奈 没有推进器 也没有快速接近对方的一个能力 其实我觉得 如果图夫选择的是一个大图的话 他可以说 斟酌一下 看能不能选一个传送的 毕竟如果你是自己 主动地选大图的话 你是可以用那个传送 然后就可以去拿到一些小优势的 不过刚刚那个图是 6man先主动选了 然后下一张图才会是这个 RG这边的图夫主动选 我们刚才接到 你们这边导播的消息 刚才的比赛当中是6man的求生者 逃出大门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是优于我们的RG战队的 那么他们当时的一个决定 就非常明智了 就是一个非常随机应变的 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变化 对该卖果断就要卖 虽然说我只淘汰你一个人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果断卖过以后 我不在开门的时间上 去进行一个延长一个 耽误时间吧可以说 那我所有人都走了 我可以争取这个时间 是其实很多的 如果你最后要去救人的话 如果你救下来了还好 如果你救不下来 你想四跑的话 我认为很难的 因为毕竟在这种局当中 可能是要带 那个挽留这样的技能的 刚才其实我也没太注意 注意是有没有带挽留这样的技能 但是你开了门 开了电击过以后 你要想完成四跑非常艰难 那与其这样 我不如把电击打开了 完成一个三跑 我在时间上我赢过它 所以主要就是 虚伟反应的 慢了一丢丢 然后运气又差了一丢丢 就导致 就让他们的战术能够得以实行了 我们看到 其实两方战队不仅仅是在游戏方面 是有一个认真的研究 认真的一个配合默契上面一个锻炼 那在战术上面的布局 也是有一定的安排 也是在队伍当中有军师这样一个存在的 那这也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两个队伍能够走到决赛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就是我不仅仅是莽浮 我们不怕莽浮就怕有头脑的莽浮 对不对 对的 然后并且他们不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吧 对 然后他们同时他们的队员之间的执行力也非常的强 临时的决策和临时的部署 他做的决定很快 而且所有的队员都相信你 对吧 我们既然要赌我们就快速出 像刚刚那一局的话 不仅是最后这一下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区别 一个问题吧 像前期的时候跟之前Alex的这个遭遇 也不是说遭遇吧 就是说他的遇到的推进器的个数也好呀 还有碰到的角色也好啊 也是有一些不一样 对 但其实游戏当中嘛 瞬息万变 其实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就像你在地图当中你遇到了每一个人 或者是你开局遇到的人 开始是遇到前锋呢 还是开局遇到机械师 遇到一些雷弱的一些属性的一个穷人者 或者是你开局 可能你刷新出来 遍地都是推进器小竹笋 你就减了个开心 那可能你开局过以后 你找了大半个地图 你都没有一个推进器 我之前在打游戏的时候 我捡了九个钻头的时候 都没有一个推进器 当时心态也是崩溃的 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钻头基本上是所有的配件里面刷新出来的 几率是最高的 但是有时候你需要它的时候 可能偏偏就没有 就很齐 其实能够我们其实在数量不再多 就是在你能够需要的时候 那刚好碰到一个或者碰到两个 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前期可能就不要太浪费掉那些推进器 你有时候可能会感觉自己有三四个 然后刚开始前期的时候肆意挥霍 到最后关键时候没有的时候 就可能导致结果的区别了 对 不要把区别留给运气 对 像当中区别 要是最后一刻有推进器的话 就不一样了 它身上还有一个封翼再加上钻头 如果说说是那一个推进器 能够往外面一拉 能够拉倒一个人 那个人可能是一个带推进器的人倒地 那可能结局就不一样了 如果它能够快速到达一个 罚车站的那个位置的话 在那个位置因为大家都在那个门 如果它快速到的话 第三局已经开始了 应该是2G的虚伪使用的还是小丑 在胡锦村这张地图对抗的是 SIGMAN的调箱是地线式 魔术式和前后阵容不变 我们看到小丑是刷新在这个大船里面 好像已经拿到第一个推进器了 这边运气是非常好 特别看一下海边有没有别的箱子呢 应该是没有看到有 所以就直接继续去寻找猎物了 这边在前一个封翼 我觉得钻头应该是不着急装吧 封翼加上推进器 这个标配 又找了一个推进器 这也觉得推进器其实还是挺多的 这个地方第一个发现了前辉 前辉果然是开局在这个 人狂巨阵这里修 吸引前辉的仇恨 利用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 打一个这个 八爆熊的一个晕眩的时间差吧 就能够几乎必中 但可惜他刚刚那一刀没有钻头 对 就想 美中不足 把前锋打到一个 受伤的一个状态 然后让他不敢太靠近 不敢太骚扰 你就必须要去找别人摸 你可能能够增加容错性 好 我们这个地方看到 没有再分刷 那就是张房 加挽留 对 这里他又是先遇到调相师了 跟之前那一局一样 并没有非常开心的能直接碰到机械师 比较碰到 然后这个地方还是选择不招呼 直接使用一个皮接距 而且距离还是不够晚 两个人相互套路一下 使用一个小水晶一个回溯 然后前锋是已经摸好了 这个地方是直接打了 然后是半选的时候 他的伤水瓶是没办法发挥一个最大的作用 直接闪现 哎 反应这边反应也非常快 听到闪现声直接翻版 对的 他也知道 这时候没有用技能很可能是闪现的 也防了这一手 这一下的话 虚伪就会有一些被动了 他的技能就已经用过了 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带风框嘛 裁判是有点慢的 毕竟是有锯子吧 他加了一个风意加上一个推进器 也是很给Alex的面子的 好 这个地方放一个香水 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还是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回溯吧 他带了一个风意吧 所以说他想 这太快了 想让回溯回去的话 反应时间也不太多 来别人看一下 有啥点 我从来感恩 这时候直接拿到二阶剧 前锋也已经赶过来了 把爸爸先把机员到就位了 这边是否用风力气拉一下呢 他已经被别人摸好了 这时候已经修好两台机子 这边就来了 那看到是拉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但是没有时间没有转 直接在旁边观察了一下 暗中观察 但是这报告动过以后 这边是直接开启了一个无限锯 小火车开起来了 也要逼退一下前锋 前锋这边也是看见得不好 直接拉球过来 过来过以后直接拉下篮 拉下篮 回到了台湘师 前锋是带了这个救人无敌的 对 有一个 我命挣扎的一个天赋效果 这边我们看到前锋这个位置 还是没有受伤 我们看台湘师 选择不管他了吗 是直接到木屋的位置 去干扰一下收击 收击速度就了 因为刚才前锋还在 旁边那个地方 可能还会 就继续骚扰他 对 你毕竟还能救一下 在这个地方 好 队长非常稳健啊 满血还是选择 不放 然后出霸 对的 什么事情 对的 对的 没有用一个 特定型 距离比较差一点 但是这 毕竟离这个小房 还是距离比较远 打倒了一个魔术师 但是 机子只剩下一台了 就是 前锋是赶紧过来 捕木屋的机 看到 这边 机器人已经在盘子盘子盘子 机器人都跑来去了 他是想拿 比较在机子盘子盘子 哎 没拉下了 直接跳来 不去 感觉 还是 魔术师 才是 哦 机子已经压好了 怎么直接卖呢 这边 哦 是带了一个 他是有网留的 那这样的话 包包熊这边 看看会怎么样处理了 还带了一个钻头 如果说是能够 披倒的话 他可以不理包包熊 直接又去管别人了 这个位置 两个人对赌一波 还有闪现的 他可能会闪 闪现一刀 然后并且是带钻头 然后之后再带一个推进器 去牵制大门开门 就看他这一下 这包包球能勾快了 还是一个厄运阵争 不仅是红眼还是欧房门 这个地方赶紧回去 再收一锅门术师 果然这时候已经有人要来救了 应该是机械师的 是过来救的 是机械师过来救的 是杨河过来救的 然后救了店长 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还没有 Alex应该是把这个大门开好了 大门是应该已经好 这边是聚到了机械师 想再尽快地拖一点时间 让全身自摸起来 三个人在这个地方拖时间 其实感觉的话是 独死的人 这地方想透露一个闪现 但都知道 也丝毫不慌 对的 那就看机械师能不能够 再坚持一会儿了 跟昨天的局似的 这边两个板子都给他打了过以后 机械师是没地方可跑了 选择去上船 但这个地方锯子马上就好了 上船的时间应该不够了 你直接倒在了船里面 那机械师的 机械师还有 机械师是还有半格写的 它现在只是二挂的 那这样的话在那一边 爆爆酒那一边 两个人都在摸它 摸石肯定可能摸起来 并且门还可能会打开 这样就可能会造成船上 看到船上好像还小了 没有去小看门 不然是往海边罩了 能够快速发现脚印呢 还好最后关键时刻 这个推进次是有的 有看到脚印了 这个位置是继续跟上了前锋 但是这里毕竟距离还是比较远 所以就让爆爆熊 能够把僵子给消耗掉 但是这时候 其他的队员又可以过来救了 这就造成了一个 就是队友太多了 这样的话你就能很容易 就是步驟到这一边 步驟到那一边了 好 这边还是 虽然会跌下来的吧 但是这个地方锯石 还是要把它挂扫 如果你不快速地 赶到门口这个位置 可能啊这边看到 调乡师是在开小风向一个状态的 是因为是机械师 现在就直接要准备要绑 而不是它还只是二挂 还有半个血在这里 不是机械师 它不是那个调乡师 调乡师在挂的话就可能要了 我们看到这边大门 小门是还没有拉开 还没有拉开 赶紧跑 对 还想过来救吗 已经把红眼的状态 挽留的状态是已经脱掉了 其实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 还是要把小门打开 那不然的话 就多少区别没有太大的费用 就这样就 还是来骚扰一下调乡师 因为机械师要飞了 飞了过以后 这个位置再追调乡师 他闪现已经好了 那这样的话 就算是他没有一刀 但是他还是要闪现 所以最后一个人头还是比较稳的 这个地方还要摊吧 刚才是 赵妹自己赢了第一局 看第一局情况这个位置 还想再去摊一波吗 对 这个地方是再次挂上条 这条是挂上过以后就是一个 套招 这一局消耗的时间还挺长的 如果就算是刚刚 就算是接下来的第二局 同样是二杀的话 是还是比较难能够拿到时长的优势的 这个地方是直接走了 所以说接下来面对这个情况 Sixman的监管者就可能是需要 三杀以上才会比较稳妥了 对 我觉得刚才那一局 似乎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 怎么说 我们看到条下室是满血的 那机械师用娃娃过来拉人 那是骗了一句的情况之下 被小丑打掉了 因为拉的是魔术石时间并不够 那 前锋虽然是在小木屋里 但是好像亮的不是小木屋的机 那 最后是选择没就一个刚挂上的一个魔术石 那 前锋还离得非常近的一个状态 就跟小丑一墙之隔 这个时候选择打开电机 是不是 有一些问题呢 他们当时可能是有一些 就是 失误吧 可能觉得要被救下来了 所以可能手一抖就直接亮了 可能是以为已经救下来了吧 可能是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我认为当时处理方式 如果把娃娃拿去压那台电机 然后让前锋过来 前锋虽然说是半血 但是还是能救一下 因为他跟娃娃其实也差不太多 他们如果说是沟通比较好的话 放条箱过来救比较好 条箱跟机械师的娃娃一起过来救会比较好一点 他们当时如果说沟通比较好的话 如果是一个机械师的宝宝跟一个半血的前锋的话 两个人同时靠近 是必然可以救到的 就是差不多是肯定可以救到的 而且那个位置还是骗了一个锯的 对 那你骗锯没有用 你锯子的恢复速度非常快 再说你宝宝是不享受天赋加成的 你救人是没有那个加速的效果的 更何况你还是救的是个魔术师 你毒条会非常非常的慢 其实在刚才最后救人的时候 如果条箱师能够配合过来一下 然后让机器人的机械师的娃娃去压机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好 对 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 OB的是一个精管者的视角 并不能够随心所欲看得到所有人的位置 可能他们的位置比较远 这毕竟是一个大图 大图的话就会存在有一个距离的一个问题 我从那边跑过来 有可能魔术师就过班学 或者是就有别的问题 但是魔术师是刚刚挂上的 他并不是二挂 他有很长的时间去调动一些人员 或者是没救下来吧 我让前锋先走 对吗 先走离我们的小丑远一些 我们再开机 这样不然这样就导致了 我们前锋最后是在小门那个位置非常尴尬 是没有办法跟小丑拉开距离的 这样一个表现 对啊 最后还好队友是比较配合吧 有利用这个时间 还是及时把人给救下来了 就是等那个刚刚是杨泽机械师吧 还是把店长的这个魔术师给救下来了 要不然可能就会搭上很多人了 对在那个地方 其实最后走两个人 把前锋和魔术师全卖了 也是差不多是一个平局 但是我觉得和那个地方 还是有一点小失误的 就是可能他们会最后赛后会想 早知道会平局 还不如直接就跑了 时间还快一点 好 现在是6man的Alex使用的是小丑 还是同样在古井村这张图都看了是RG的 机械师 魔术师 桥香师以及前锋 还有两队是能翻逃出来的小丑 这一个小丑其实运气很好 直接拿到加速 虽然没有推进去 拿加速直接上船 他不往中间走 而是直接上船去找猎物 因为船上大概率会是一杀的角色 比如说机械师 果然就碰到他了 现在还是一个加速 然后第一个宝宝也并没有打到这一刀 这样的话宝宝也倒人也受伤很难受 这个机械师目前来说是很亏的 我们看到觉得在6man这两局当中运气非常好 开局都是直接找到机械师 对啊 然后这时候虚伪已经过来在附近了 看能不能支援得到 好 前锋过来进行一个陪跑 你看他是一边看着机械师 一边看着前锋的 随时注意到前锋的位置 好 最后这一下宝宝的话 还是挡住这一距了 不然就会瞄倒 然后他有一个隐患 直接打一个落地刀 这一下就很难受了 一个落地刀加一个闪现A 他本来是想说要把他撞晕在下面的 对 想给机械师 有一个空间的 就是拉开距离的一个 那和A跟A跟B不一样 每一次下落的时候都会A一下 这样能够降低这个下落的僵直 这样的话他A的这一下 如果说是直接A到这个前锋的话 前锋的撞是会失效的 而且前锋这一撞应该是拉早了 他在下落的过程当中 前锋就已经到面前了 在这个位置 其实机械我玩前锋也是会遇到这种情况 他在下落的过程当中 刚落地如果你撞到他的话 是就像撞到墙上面一样 他并不会受你球的一个影响 在这个位置也是吃了一个落地刀 非常伤 前锋是直接上了凳的 这样的话对于 阿剧来说就有一些挑战了 因为机械师的娃娃也是没了 我看这些 这边是翻了一个魔术棒出来 也是做自身一个保证 这边是谁过来救 前锋已经残缺了 不行没有一个机械 这边是想要分身吧 直接打一刀 拿下来过以后没有一个活命 是一个换挂的一个情况 是让魔术师去给 去给他一个号 那这边是有个推进器的 开球再拉一点 怪不得这么的果断 你原来是有推进器 我先把你这个魔术师先给弄倒 然后在前锋 我有推进器的情况下 你是避倒的 因为基本上小丑在守前锋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装上推进器 而且你来救我是不拉不弹距离 就是我留一个推进器给你 让你救下来 一个推进器你避倒 毕竟他刚刚的这个挂椅子 椅子的位置是比较文房里的位置 也很难 你要是拉球过去 你只能够拉到比较远 这样的话你的晕眩时间也会比较长 我要是推进器跟过去 基本上是会避中刀的 然后再次寻找一下 我们这边机械师是采取 魔术师也是上灯的 那机械师修机速度也是非常慢 而且只有条箱师现在能够回来救一下 RG这边的话要赢一手的话 可能就是要能够复二跑 这样才有可能能够 这边一个推进器是发现了 正在修机械师 直接打了一个恐怖镜射 机械师用了一个 这个他新摸出来的一个魔术棒 打倒过以后是装上了一个重伤弹头 这边是直接不管 然后回去守 看来微笑昨天展示了一轮 在机械师的正确玩法之后 又展示出他对这个魔术棒的 一个潜在的问题 并不是够熟练 我们看到这一局 打到这发现 好像除了前锋之外 他现在没有其他的角色带博敏 就是单博敏这样一个阵容配置吧 也可能是太多了 他是想说陈锋是肯定不会直接被追的 所以他就不带双弹式了 其他人都会担心直接被找到 然后会被速导 所以所有人 其他人都带双弹式了 好 淘汰两名之后 也是知道 走地窖也没有用了吗 因为自己刚才是击杀了两名 这边是不墨镜 我们再来一局 对吧 对的 那么刚才的话就是 6man的Alex的小丑拿到四杀 对比RG那边是二杀 这样的话就拿到第二分 其实 就要进入赛点了 对 这个位置是进入一个赛点 因为我们今天打的是一个BO5 那谁先拿到三分 那谁是夺得这个PSL球季赛的冠军这样一个 对的 那么他们现在之后会 如果就算是后面还有比赛的话 他至少会有三个赛点 所以说他们能够拿下这一次比赛的激励 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了 而RG这一边的粉丝们就要用尽全力 要为他们加油呐喊了 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下一把就必须要赢 不然就可能要错失冠军了 对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还会有来有往呢 是不是让RG这边也拿一个两局呢 我觉得有可能如果说 虚伪的状态如果不是很好的话 可以尝试去替换出微笑 使用他的这个静观者小丑 可以有这么一个考虑 可以拿一些别的静观者出来打一打 毕竟蜘蛛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 肯定还是使用一些他们更熟练的静观者会更好吧 除非他们会有什么藏在箱底的东西 我就不知道了 对 这边还是希望RG在后面的三场比赛当中 能够调整一下情绪换一换阵容 对 在这个位置 让我们拿出真正的实力 给各位所有各位粉丝 让眼前一亮的感觉 有来有往 对 希望幸运女神 看看能不能眷顾一下他们 是不是开机也可以直接找到机械师 这样的话就可能就不一样了 推进器加风翼加我们的 加速 加速好像是没有胡锦松这个地图了 其实最关键还是看看 能不能开局碰到机械师吧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两局 都是这个Sixman的Alice 开局都是见到这个机械师 而两局当中 虚伪都是先碰到前锋和调香师 然后才看到机械师 因为小丑来说嘛 在比赛当中 在前期碰到前锋和调香师 这两个职业吧 可以说是比较克制前期的一个小手 所以说他一般都不会优先去追他们的 毕竟消耗的时间会比较长 然后看到刚刚就不一样 刚刚的Alice是捡到加速之后 他是感觉到有耳鸣之后 他就马上就判断大船上是有人的 那么他就直接往大船上走了 而果不其然 大船上一般都会有那些什么机械师 盲女 这一些比较害怕六屠夫的一个角色 会在大船这种相当于来说 安全的地方待着 那么果然他就逮到了一个机械师 那也是他刷新的位置 其实离大船也是非常近的 对 这也是缘分使然吧 对 那就是也是运气嘛 对的 运气加实力等于最后的一个 对 所以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综合实力嘛 在这个地方 然后刚才是那第一刀 他的宝宝又没有挡上 这就非常的难受 对 没有挡上之后 刀子就是中了 拿到存在感了 然后宝宝还送掉了 这就对机械师来说 就真的是重重的一刀 掏出了自己的宝宝 还没给挡了伤害 这个地方就等于送了 两层存在感之后 人还受伤了 很难受啊 对的 那么在之后他又感觉到 他是先上了那个小船 如果他当时时间够的话 他如果先去那个双板 就是三墙双板那个地方 先下板在板后等的话 可能还会好一些 如果他是上船的话 当时那个位置就 如果他不放宝宝他就倒 如果放宝宝他就没有宝宝 他就其实也很纠结 可能是距离不够吧 毕竟太太远了 如果看到在两局当中嘛 就是两队其实先下宝宝的打法 其实还是很明显的 那刚才那一局可能是站着自己在船上 然后就没把宝宝放出来 就提前放出来 没想到他是开局紧到加速这一点 而且是没想到他开局有一个加速 而且是直接上船的 这边刚刚听到心跳响专门 好我们看到Alex 这次是Sixman的Alex 是应该是第一次使用约瑟夫 在这里使用的是军工厂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比较小 对约瑟夫有好处 那么他对抗的就还是 2G的前锋 这边好像是机械师和魔术师 那么这个猝不及然的一个阵容的改变 看看他是不是怎么样出现 这边是全部都在镜上来啊不管 是先劝到他位置 但是魔术师并没能够遇到这这一招啊 对 但是前锋已经在旁边就位了 踩到魔术师之后选择换一个套路 这边是前换出现实世界 Alex用的是一个想限来弥补他这个烈瑟夫 追击能力的一个服务 这边是打了调商师一刀过以后 调商师并没有使用香水 他还没有啊 是所谓的输呀 他可能觉得这刀是不可能中的吧 当时就没有警惕 但是对于调商师来说 我宁愿浪费这个香水 也不要太浪 好 就是要进行一个短点 绝裂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而且这边舞台机 有几个 这一下的话就是有闪现就是任性了 对闪现是直接击倒了 调商师 能让前方这个位置过来了吗 让你提 让你想秀 好 拉球了 哎我绕 哎呦 这个角度还不错 徐伟 这个各种角度不知道转了几圈啊 最后还是找到一个点 然后就帮你了 这里的话就没有一个选音效果了 毕竟这里比较空旷的地方 就是一个刚刚跨 距离不够远 对还没还没拉起来 是没有站在后面的障碍里面 没晕 然后这个地方 叹 套路一下 非常耿直啊 还是 反套路了一下 还是 这地方虽然说 我态度 但是在这个位置非常冷静啊 我就看着你 看着你 这边是把闪现用到过以后 追击往后 就会下降了 就似乎带了封窗的 所以还是没有一刀的 我一般也不会带这个碗的 对 这个地方放出了香水 果然还是会被用香水 这地方已经没有板子了 你该如何选择 我觉得很难 前面其实还有有板方的 就一直往前走还比较好 他如果细节上自己的比较好的话 可以看到他抬刀了 抬手了之后你再回溯 就会更完美 好 这个位置 他在这边过来 在旁边 按轮轮卡 这边只要是放上凳子 只有机械出入一个 蛮想一个暗 进入 就是 就是 像 镜像世界 就打了一刀 去把前锋给打倒 但是 其实用处也不是很大吧 那棋里面 很紧张 告诉你 我在这个下面 这边是 又击杀掉了 老婆 那看来这台鸡 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所有人都在这个地方 补这个人黄鸡 这边是应该能听到 有在摸的声音 但是 他也顾不过来了 因为他 在摸肯定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摸 他这边只要 再手一手 他可能就要被淘汰 好 机械师已经过来了 好 看一下 有机械过来就吗 机械刀是没骗掉 打到一刀 下来过以后 也是没有带人命的 这一下这个机械师 是要挡了这一刀 那还不错 可能是还有机会 还有闪现 但是还是有闪现任性啊 机械师 闪了过来 然后是要 还要挂回去吗 挂回去过以后 再挂一个机械师 这个地方看到前锋 前锋 一刀死不了 在这个位置 虽然说我有点受伤 但是在这个地方 打开 干嘛 好 我就拨一拨 就像原来给你打倒 打倒之后 反正你 就能保 保证你要是受伤的话 你就可以 一刀就可以了 哦 直接出来过以后 打了 这个谁 魔术师一刀 把正在修机的魔术师打到了 这个地方看待是非常关键 知道他们对这个龙皇机 非常在意啊 所有人都在修 我们看来 OP系统对于这个状态显示 还是有一些不笔之处啊 所以说可能 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困惑 他就能拉球 过来 到了一个椅子上 这个位置 有点灰 然后这一刀是A中了前锋 那么前锋刚才 虽然被击倒 但是效果还没有 映现在他本体上 所以还是可以多扛一刀的 我们看前锋应该是 还剩一个八分之一血 或者是十六分之一血之类的情况 就差一点点就没倒 目前来说 所有人都还没有倒 还有机会 你看这边前锋的球有不多 这个地方要硬追前锋的话 也是比较难受的 其实 比较这个人皇机是关键啊 可能另外一台机都安好了 就非要把这台机收开 我们看到另外一台机 是追到木屋那边 但是 这回射 是要回溯手机是吗 但是 人皇机好像并没有 但是 有意识地打一个 也想服务拉你 他是 假装回溯 实时的继续追你 也是一个小套路 他知道 你肯定一直在背后看着我的 你想看我要出道路的时候 你的拉球走 然后我 一个假装回溯 就让你给 队友 可能会错报信息 但是我们看到 约瑟夫还是尊重了一个 守三连机的一个方针啊 就是 万侧他 就在这一个地方 守了三连机 那你也没有办法 其他的继续 你能修还是要直接修吧 但是 龙皇机 已经修了不少了 实际 在这一段时间 那么想象好了 哦 在山东世界里面的 乘风 是被直接打倒了一刀 进了山东世界 他好像 不 他肯定是 这三连机肯定 不有人在 在修 会尝试去修的 不然是很 很难能够 嗯 拿到比赛胜利的 把那这个地方 把木屋的 用技能出来 对把木屋的机子开过以后 其实最后押击都不好押了 应该先去把 龙皇机修开过以后 去押木屋的机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位置 剩下三台机 都很危险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状态 离约瑟夫都不远 而且这边是 前奋已经被挂在凳子上了 其他的人都是 都是受伤的一个状态 这边再次追击 然后追击一个 这个机械师 也是有一个护腕 对 摸到了一个佣兵的护腕的道具 这个地方弹弹弹 能不能弹过去 直接救一下 护腕用的还是比较娴熟的 直接拉近了距离 然后把 他拉下来 要挡刀 不挡 走 这个地方再开球 拉开一段距离 但这个地方发现板门了 能不能走到下一个球的时间 咦 这一刀很关键 别提掉 但是第二刀 如果还是有机械前方的话 就没有人能撑去前方的话 就直接要被淘汰一下 很危险 所以随着那个三连机的一个状态 这样就变成三连机 三个人修 就很难受了 这一局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下一个 你们RG这一边的精管者 如果不能够比他这一边的击杀这么多的话 拼出场就可能有很大练习了 而且这一台机还不一定最后那么久 在最后的这个时间 很难 好 再使用一个回收 看没收鸡 没收鸡 没收鸡有个进回去 再追回回来 你胸 我就回来 你不胸 我也不走太远 反正机子都在这 对不对 那只有分开修 一个人拖这个围墙里面的机 一个人拖人黄的机 那在三个人的状态之下 还收开一个三连机很难 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人 在远处是 应该是在互相摸 然后把自己的影子也给摸好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们把自己 不会被一刀打 这样的血量 但是还是很重要 拿了一个血量 直接一个闪现 好 那你提 这个地方没考虑到是闪现了 这一局当中 约瑟夫的闪现质用非常大 每一只闪现都能收到货到人头 对 因为这局其实 战线时间拉得非常长了 这边闪现是已经有 三个随机还是四个随机 对 就少有三个闪现 对 好 这边是 主要是上一局 是阮杯了 剩下的阱子 还想捕人黄的电机 这个位置 其实你们开过小木锅以后 在这个位置 想捕开电机很难了 最后的时间 知道它在闪现了 但是没想到 他最后会守一个人黄机 守一个三棉机 在这个位置 那么最后 在追的是魔术师的话 机械师也比较难受 现在机械师虽然修机 里面是一点点减弱的 毕竟有魔术师在受伤 他又追的又是唯一一个 这个特别快的魔术师 对机械师来说 就很难受了 你就修过好 你已经回溯了 我不管你了 我回去转给你接了 那这个 这个地方机械师 只能吃一刀 两个人只能吃一刀 我得难受 这个位置 如果在赶到之前 开不了的话 你已经想要看上 你已经没有宝宝了 对 好 用三棉刀 用一个翻窗加速 拿开去 那么 这时候魔术师又可能会回去 而这时候 Aless也预判了 魔术师可能会回去 所以就用了个回溯 看能不能 会不会去使用 可是 机械师也可能会跟队友抱 他可能要回溯 他可能要回溯 现在使用一个护腕 再拉开距离 他也比较水利 还是走得非常快 好 他已经打到了 我们看电机能不能打开 打开了 好 把电机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这个位置要怎么判断呢 他可能会想说 他可能会想说 直接找机会跑吧 毕竟能力跑 可能是胜利关键呢 嗯 鸡叶师是第一次挂掌 他的魔术 在这个地方 摸箱子 能四个月呢 他可能会去 摸箱子 摸到一个手段 Aless是 随时准备的 可以回溯回去 先看看有没有耳鸣 排出耳鸣 就可能进行追击 排不出耳鸣 就可能 会回溯回去 哎 去手持 不贪了 就利用回溯这个技能 就可以 当作是一个小传送的一样的 去使用 也可以根据场内的情况 去看到人的位置 如果找不到 还可以回溯回来去继续手持 哈哈哈哈 不动啊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来就我就打你 不来就 就随便你跑 能想走吗 我觉得我 我能三杀 成绩也不错了 剩下的就交给我的队友 对的 我相信我自己 我的这些 玩求生者的队友 可以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我已经 已经 能够做到 我能做的了 对 他这一下是不仅是拿到三杀 而且 他的这个时长拖了还很很久 毕竟是一个 约瑟夫这么一个角色 这边要计算 所以 屠夫击杀的速度了 对吗 因为是屠夫引人 哦 对对对对对 之前因为经常都是平局算 所以我有个惯性思维了 如果说是都三杀的话 其实是要看这个监管者击杀速度的 所以说 RG这边也不要太 那个 就是 嗯 召集吧 就是他的监管者 如果能够稳定发挥 同样三杀 以上的话 只要 比刚刚那一把的时间 花费的少 都是可以拿到胜利的 对 因为他这一局 时间比较长 那还是要看 我们这边 6man的人的一个表现 那这边能否拿下三杀 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那还是选择使用小丑 我觉得 在军工厂这样这个图里面 其实优势来说 对小丑 不是太明显 嗯 就看他们会不会也有一手 呃 这个 约瑟夫在手上捏着吧 毕竟在6man这一边 已经 有一个灵活的一个战术改变了 已经 并且也比较好的实施了 这毕竟是一个三杀的一个局面 因为军工厂这个图吧 他出现三连机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三台机的位置 基本上是 固定的 对大几率的都会出现 那 基本都会有三连机或者是四连机 对在那个位置 他前期只要有意识的去守那三连机 去造成了你最后没有办法去开机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选择了军工厂这样一个地图 那肯 这边就是有一个战术安排 就是配合约瑟夫去进行一个手机的这样一个 对我们想想 当时就是开局的时候是 是这个调乡是调乡是在小小房第一次倒嘛 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挂的地方 他可能还离三连机是有一定距离的吧 就当时他是没有挂是不是 直接去外面找人了是不是 所以说 可能刚刚开始发现是约瑟夫的时候 应该是第一时间跟队友去沟通 然后马上让他们去破三连机会最好 其实在一些地图当中 在我们现在对阵三连 对阵约瑟夫当中 你开始就发现是约瑟夫 那其实第一个指令就应该是 就是把这张地图里面最有可能刷 刷在一起的三连机给破了 那中心那台机 比如说在军工厂里面把人黄修开 就很关键 那在我们教堂里面 把那个一边的那三连 或者是就是推墙的那边 加上教堂中间或者叫木屋那边的三连 把它给破开 如果是在盛习医院里面 就要把废墟里面有可能刷成两台 加上武神像那个地方就破开 好 我们终于迎来了这第六把的比赛 同样还是虚伪的 RG虚伪的小丑 在军工厂面对 调香师 机械师 前锋头 魔术师 我们看到调香师已经从 ALEX变成了年华 有个队员的调整 好的 这边是 还是没有发现推进器 好 拿到第一个推进器 看到这边小手 好像是霸台的刷 手 好像是闪现的 那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 这边是 ALEX变成了 这边就是运气非常好 这边找到了机械师 这边选择直接拉锯 好 这边是直接拉到了机械师 这边再次跟进 拉进一个距离 这边还能进去板子吗 可以送刀吗 直接插刀打到机械师 这个平台的距离应该是极限了 但是机械师这里的平台 好 这边看到前方已经拉过来了 直接他是把机械师丢下来了 因为回头 这晕得非常的长啊 这时间 回头一看 发现一个前方在 这个地方是不如时间把 这次丢下来了 平方一个转头 平方一个空气 但是他这一局的快乐小竹笋 还是很少呀 是前面看到了一个小竹笋 不快乐不快乐 不够不够 来给我多一点 看一下我们处理 先看到一个前方 你修好了一局台积了 就是要打你一刀 然后你又又去 这刀带了 带了 我看看还有没有 来给他第二刀 看到这个机械师 一直在修啊 还有娃娃在那个 三线去 直接去找 我看了一个前锋 可能也不灰 可能这些是在 把外面的前锋 已经修好了两台 他的娃离非常近 就在木屋旁边 这边能其实发现吗 你听到这个 他这个声音的 他这样的话 也比较冒险 他也没有去顾自己的娃娃 但是有一个细节 也没有处理好 他应该知道 娃娃的位置的 这样的话预判到 可能会被发现 就应该即时的操纵娃 娃娃娃是救图复的 我喜欢直接打一刀 强行让你救 但是这边是没有推进器的 先打一刀 想要是再装推进器 装吗 不装 装推进器 我觉得可以去追一尾前锋 这样的话 换人挂的话 对图复来说 就可能会 会拖延太多时间了 就会被让球生者 能增速更多的 休息时间了 就不太妙了 想要是已经转到大场 那场这个位置 其实不难 大场这个位置 对图复来说 对图复来看 没有闪现 尽管他能看到什么 结果第一个看到 一个小娃娃 差一点点 锯子而且还在断了 在这个位置 看到 回头一看 木屋的机在捕 今天还有娃娃 拿回去 想去 再骚扰一下 木屋的休息 看到这个地方 已经换成了 没有化过 而且是 非常自保能力的魔术师 这一下锯子是自己的失误 但是店长因为是慢翻 所以他就直接被正确了 他往旁边拉可能是预判他 放了分身但是没翻窗 他可能预判他那个口味 他可能就不会翻窗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放了分身之后往旁边走 所以他预判那个位置 但是看到魔术师 店长就像我们证明了 魔术师并没有一个震慑的姿势 他有很多种被震慑的姿势 然后这个地方 直接 好像是想要挡刀 结果并没有成功 直接 没有前锋 这个前锋上去是直接死的 没有前锋还第一次挂来的时候 不是被压住半水的 还是有一个拯救的机会 这一下救的话 是没有这个 勃命挣扎效果的了 看到这边闪着 他还有8秒 7秒 但是就剩最后一台机子了呀 你再把它记倒 说不定时间卡得好好的 这些时候 可以帮助用娃娃再修设 不过这些时候 那些娃娃我们 自己撞开 当然了 最后挂的是一个店长 魔术师的话 可能救人会比较困难 这些时间在 我只要 走 我只要 走几个 咱们杀几个 这一个 剧子又失误了 看来是一个三杀 那这边我只要走俩 对不对 我已经赢了 现在又没有太近区了 看到前方已经起来了 再回来挂一艘 魔术师 然后朝阳师要直接挂 因为魔术师在一边 主要有人 魔术师在一边 因为看到那半场 现在赶过去 已经来不及了 小丑就这边必须要三杀 不三杀就没有办法了 一定要三杀 就看这个调乡师 还有最后的两个人 杨森 关键的一个爆米花 是不是有优异的象征 就是爆米花 是去找电机呢 还是去找 还是去守人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调乡师 能不能打到一刀震慑 或者是打到一个 你不能打到一刀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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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好拉下来了 压毫了没有 有机器没有压毫 或者是没有打到一刀震慑 那这个地方前方也是满血旧的 还是 拉了一个 就是卡了一个半血旧的 它其实可能我觉得 这一边 哦 它是一个满血旧的 如果它是残血旧的 就可能恐危险了 就这边这边 它是 神奇一刀 利用一刀震慑 那边人已经被偷下来了 但是它并没有能够 直接的开机子 毕竟是要从机子身边走开的 要走过来去救人的 那这回要往外面跑去捕它的机子呢 利用前方进行一个牵制 前方这边手里面是有一根针的 到一个小乖角在自愈 这也是一个幸运的小转折 来我们看一下 他们能走开最后一台电机呢 也是这一局的关键 最后一台应该是在沙包那一边吧 沙包和木屋两边应该是都有进度的 他们第一时间也没有选择去开机子 而是去远处去 去逼你手指三辆机 不让我们开 但是我们去远处去互相摸 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摸好了之后 然后就有资本去跟你刚最后一台机了 毕竟进度已经非常的多了 我看到这里有两个快乐小车 先收入囊中 快乐地装起来 它的机械式的爬袜还是有的 那边上去坐以后 适合要拉过去 进去开门 等于这边三个人 全部回复的状态 然后它也有一些 明白他们要互相摸好 这样的话 它就上一个转头 看能不能让他们消耗一下 但是最后一台机子的进度 是应该收了很多的 所以它现在并不是很好 去守住三辆机的 三辆机非常依赖你有没有吹进气 然后进度还已经拉了很多 你还没有失常 就过来摸了一下 把这个转吃了一个无线的转 吃了一个转 那就是在这一块这里追进人 但是闪现也好了 我们知道前锋是之前被挂过的 这个地方如果再被挂到沙包那个地方 就很难受了 这个地方两个人是赶紧进去的木屋 他们是两个人重新修木屋那台机吧 木屋之前魔术师是修了很大一部分的 在那个位置 那台机已经开机了 在这个位置 持了一个火光反照 拿他的距离 这边是时间队断了他的距离 他就能够顺利转点去大宝 他们就算是双跑 也可以拿到这场比方的胜利 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的翻窗 还有闪现 把他距离下来 好 就这一点点的降级时间 就买到了这一个 但是另外两个人都很远 这地方 关键的推进器还是有 但是可能来不及 去阻断他们 应该是来不及 现在是已经出门了 应该是知道 现在我直接投场了 那就是自信我开机速度比你快 不是 刚刚之前的那一局是 6man是拿到三杀 然后这一局 2G是拿到二杀的话 我直接投降不浪费时间了 在这个位置 就是之前也是6man赢了二杀 在之前比赛 那今天其实 你看6man之前是什么比分拿到的比赛呢 也是3比0吗 其实我们知道在刚刚的两前几局当中 都是两个屠夫都是针对修机 进行了一个非常时间 非常长的一个拖延的 那其实后面都是没有追求一个速杀的 对 但这样最后 小丑他毕竟在修机方面 并不是就是特别擅长 对 他主要还是追求速杀的话 会能发挥他的优势 所以说你像在一个这么远的三台机子 就是你不像之前约泽夫那三台 就是在大门那三台 就是非常经典的三连机位置 然后这个刚才的这个 虚伟的小丑守的是 小门的这一半场的三台机子 虽然说是同样的半场 但是距离还是相当远的 从沙包到那个集装箱 再到小房三台机子非常远 如果你没有推进器 是没办法去守的 再加上他们当时 他决定来守机子的时候 沙包跟那个小房的两台机子都有进度了 并且他们还有三个人活的时候 你追一个人 另外两个人都会跑去修 所以就非常难去牵制 其实他小手在战区当中有个空白期 就是让所有的穷生者 都进入了工厂里面去修机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其实都去工厂修机了 都去工厂去自愈了 那所有人都恢复到一个满血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那对小丑来说其实是非常困扰的 三个人缤分两路 一个人去拖延小丑的一个时间 两个人去修机 那其实小丑这边追上一个人过以后 另外两个人我这边开了机 然后我只要让你再给我多牵制一点时间 去把红眼 就是你只要拖一段时间 让我把门打开了 我两个人走了 那我就赢了 只要我有一个人去拖延时间 思路也非常的清晰 就是冲到他手机子的情况的话 如果残血就先去把血先摸好 然后这个基本的这个玩法 还是有实施的很到位 就非常清晰 所以导致他们最后都已经满血的情况下 就很有资本去拼了 对 那其实也是有一个策略嘛 就是在针对我打不同的残局 有不同的部署 然后有不同的应对措施 然后也有可能在突如其来的某一局 给你来一个不同的角色 给你来点特殊的打法 让你适应不过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挺好 嗯 对的 那么经过这两轮的对战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Sixman这一种的 球球生者玩家们的 这个技术也是非常的娴熟了 然后就能够两次比赛 一次2比0一次3比0的成绩 能够拿下这整场 本届PSL的一个比赛的总的胜利 他们 我看一下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再次的就直接恭喜吧 恭喜我们本届的全猫直播PSL秋季赛第五人格大侦探杯的冠军 就是Sixman战队 那我们的亚军 亚军是RG战队 那G军是YBG战队 恭喜这三支战队 对的 那么今天参赛的主播的直播间 大家也都可以留意一下 其中虚伪的是504097 抱抱熊直播间是571582 然后杨死直播间805348 然后店长的直播间就是1135660 大家没事都可以去找找他们 学学人黄技术啊 涂黄技术啊 也可以上上车来看看翻车的现场啊 或者是跟他们可以落个五块钱的都可以了 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熊猫TV的官方信息 可以获取其他的更多的精彩的赛事内容 那么稍后导播就会给出今天的战绩图了 我们最后也感谢大家六周以来一直的一个陪伴 我是解说小兰 直播间号603886 我是解说周老鬼 直播间号23787 我突然想到一个梗啊 就是昨天去到别人直播间 好像别人把我的名字全都改了 说要把我的名字改成鬼妹 我还以为要变成老妹呢 就是以后大家都是好姐妹了 对对啊 所以说大家没事也可以去老鬼的直播间 说不定还能看到更多的女装配合 以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就不见不散了 对的 好了那本届的熊猫PSL秋季赛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那也欢迎各位屏幕前的水友 还有一些主播 我们以后在熊猫平台 无见不散 无见不散 完 Minute 我才会再炒烤 我的文字 将老公和цев 我才会有什么缓 中在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